人安超值變明家會 立會括四叔會一會 審計報告踢爆 四叔用6億保地價 將人安醫院近半地皮 拿來起豪宅 競賺23億 公民袋的國家旗就質疑 保地價的數這麼超值 是否有利益輸送 今天就會踩上ICAC 要求他們開 file 查一下 他黨友就說 跟審計處開會時 會談是否需要搞個公開聆訊 分分鐘會叫四叔 和當年有份參與決定的高官 去立會坐下王 我們檢查資料 人安醫院變豪宅 原來有四大罪魁禍首 第一是衛生署監管不力 地政總署又批准修訂土地契約 成規會更差 就算當年衛生署說明反對 他們也批准行機改變土地用途 有成規會成員就說 當年衛生署反對理由是 應該留些地給醫院日後發展 但這些理由不太強烈 所以他們照批准 蛤?這樣都行嗎? 至於行會在審批發展大光圖時 又任由他 擺明就把關不力 除了四叔可能要上立會 聖德勒殺醫院 也分分鐘要給稅局查 事關他們主辦機構 沙爾德聖保錄女修會 和多個專科醫生合組私人公司 在醫院提供服務 地國政府醫院營運利潤 只能容許醫院限制 將醫院收益代代平安 加起來隨時超過24億